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KFK研究院 在前面的视频当中呢 我们介绍了很多KFK预言和现实问题的关联 在后面的视频当中呢 我们重点将讲述KFK的未来世界 涉及到的各种主题 比如说灵性啊 未来学啊 神秘学啊 等等相关的所有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一起来谈一谈文明分级 以及文明悖论 同时呢我们也要提到 KFK其实已经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真正的文明 何谓文明 这个是一个非常宽泛的问题 你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标准去定义一个文明 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科学家 从能量的角度去 定义这个文明 因为大家一想到这个文明的时候 就会想到未来世界啊 就像这个图示这样的啊 很多的飞行器 各种各样的利用不同的能源 各种飞行器啊 这种在科幻世界当中非常常见 那么最早提出这个文明分级的呀 就是这个苏联的卡尔达肖夫 他的全名是尼古拉卡尔达肖夫 他提出的一个文明分级指数啊 我们也把它叫做卡尔达肖夫指数 呃这个指数呢 它是k代表这个指数 然后这个p代表的就是人类 或者说一个文明体 利用的总的这个能源 然后这个logger 它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一个对数关系 比如说 如果说我们利用的能源是 10的十次方 那么logger10之后呢 它对应的就刚好是10 也就是10再减去6 最后得到的就是4 4再除以10 得到的就是0.4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文明体 它总共能够利用的能量 是10的十次方 加尔的话 它用的是一个能源单位 呃这个文明分级呢 之前啊 我看到有朋友跟我介绍了 呃其他的好像小韩 做过相关的这个介绍 呃全部都是来自于 这个文明分级指数 也就是一切都定义于能源 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会有疑问 那么现在人类作为一个 总的文明体现在去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这个我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人类啊 总的消耗的能源 这个指数啊 它这个曲线 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 几乎是每年都是在往上涨 偶尔会出现下跌的情况 你看最近的这个2005到2010年之间的 那个就是由于这个呃 经济危机 2008年左右的经济危机导致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经济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下 人类总的利用能源的效率啊 就会降低 呃 那么现在这个阶段 人类文明大概出于什么现状呢 我们具体可以来看一下 呃 按照现在的这个卡尔达销夫指数啊 2012年全世界消耗的能源是1.5乘以10的13次方 那么按照我们的这个曲线 往上走的话 因为这个曲线呢 它是一个线性的 所以呢 哪怕到现在的2020年 应该说增长也不会特别多 从数量级上来说 应该还是处于10的13次方左右 10的13次方 我们带进去之后呢 刚才说了这是一个对数啊 得到的logger10的10的13次方 对应的就是刚好是13 13减去6 对应的就是7 7除以10 对应的刚好是0.7 所以呢 很多的专家都认为 现在人类文明呢 只是去0.7左右 当然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偏差 也就是0.7几 因为它前面还有一个系数嘛 稍微会增大一点点 哪怕说现在2020年 是2012年的两倍的话 也就是3乘以10的13次方 而logger10这个 取对数的话 这个3也只有0点几的量子 所以呢 基本上不会影响整个的0.7 这个是人类文明现状 所以很多朋友会说 人类还没有达到一级文明 那么一级文明会去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级文明呢 按照这个定义来说 它是要能够整个利用 我们整个地球的能源 能量 这个是大家能够想象到的 然后呢 第二级文明呢 就达到了星系文明 或者叫做 恒星文明 那么也就是能够利用我们整个太阳系的 能量啊 这个就是一个扩展啊 数量级上的扩展 然后呢 到三级文明呢 就是能够利用我们整个银河系的能源 啊 这是全部都是从 能量的角度去理解的 那么把一级二级和三级对应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呃 从左到右 就是我们人类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图景 从地球再到太阳系 再到整个银河系 但是你看看 我们的这样一个银河系 其实也只是去宇宙当中的一部分 那么下一步的扩展是什么呢 更高的文明 四级文明就是说 能够利用整个宇宙的能量 而到五级文明 这个type 5的时候呢 是可以利用多重宇宙的能量 那么到第六层呢 第六级宇宙文明 第六级文明是什么呢 它就是能够控制时间和空间 同时呢 能够创造creating universe 然后到七级文明 就是一个神秘的未知文明 啊 目前来说 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描述清楚 所以呢 这个是未来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图景 当然我们用中文也可以简单理解一下啊 第一类行星文明 第二类星际啊 或者叫做恒星文明 第三类就是星系 也就是银河系 第四类呢 就是宇宙文明 第五类就是多重宇宙文明 然后第六类就到了神灵文明了 然后呢 第七类最高级的就是未知文明 我们人类根本就无法去想象和理解的未知文明 当然这都是一些设想 但是我觉得这个设想啊 它很有缺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仅要提一个问题 文明它真的只有能量来代表吧 那我们就举现实当中我们的这个例子 很多朋友说这个在中国 哦 现在这个发展很迅速 对吧 但实际上你看看中国的人民 对不对 所谓的大数据 它实际上就是要控制每个人的隐私 让你控制每个人的自由 对吧 然后呢 中国安装的最多的监控头 这些它能够是文明的代表吗 对吧 我觉得文明指数一定要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实际上这个重要的东西啊 KFK在他的预言当中一直都在提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保持善良 保持我们的人性 对生命的敬畏 对生命的尊重 这个才是我觉得文明最重要的一个体现 那么实际上像这样的一些思想啊 在基督教当中就已经有提到 说要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这个实际上就体现了对生命的一个尊重 所以为什么在以基督立国的美国呀 他们对这个生命的理解真的是不一样 所有的孩子那真的是照顾的无微不至 都是国家的财富 而且呢 你看他们 我们就做一个最简单的 大家如果到过美国可以看到 在美国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狗啊 更多的是这种跟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和谐 而大家可能在中国看到很多的人和狗之间的这种矛盾 对吧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在一个丛林社会里面 这个人与人之间 人与动物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对吧 就是谁狠谁狠这样的一个关系 而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面呢 人和人之间 人和动物之间 应该是一个和谐相处的一个状态 实际上这个在KVK的预言当中 其实都提到了 然后呢 呃 我们 在现代来看的话 实际上 大家公认的一个普世价值 可以说是更体现人性的地方 对吧 自由 平等 民主 博爱 人权 对吧 实际上不仅仅是人权 现在已经扩大到所有的动物的权利 也就是相当于说 呃 从人已经扩展到这样的一个权 所有的生命体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文明的体现 文明不应该仅仅说是 有能量去代表 我觉得呃 卡尔大肖夫 他提出这样的一个思想出来 可能也跟他处于苏联的这样的一个 呃 历史背景有关系 大家都知道苏联嘛 对吧 他们也是不讲什么人性的啊 呃 就是过去版的 这个中国嘛 对吧 他们只讲的所有的这个 就是 能量 所有的都是 呃 无人性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那么他提出这样的一个 文明分级啊 我觉得是完全吃吃走落的 只有能量来决定一切 相当于有power来决定一切 对吧 这个实际上是很不科学的 或者说 是毫无人性的 我觉得这样的文明 你觉得值得去存在吗 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的人类文明 之所以称为文明 哪怕说我们现在只去于0.7级的文明 只要有爱 只要有善良 只要有人性 我觉得我们的文明 就是最好的文明 或者说是对所有的人类 对所有的生命体来说 最好的文明 我觉得这个才是文明真正的本质 而不是说全部都是有能量 来决定的文明的分级 我们可以在科幻小说里面 去描写这样的东西 但是呢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我觉得更多的 应该是像KFK 给我们预言的那样 去寻找人性 去寻找人心 保持善良 这个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 尊重生命 好 那么这个就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文明分级的 补移 或者说 我希望我们的文明分级啊 可以加入更多的人性的东西 好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订阅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的 下一期节目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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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